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我是李国庆 美国的非农业新增职位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数据 这个数据除了能够反映美国的经济状况外 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也参考这个数据 美国劳工统计局通常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公布对上一个月的非农业新增职位数字和失业率数据 以及收定前一个月的数据 非农业新增职位是反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招聘状况 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九成 观察非农业就业数据 可以看到整体经济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 非农业新增职位比失业率更加重要 因为非农业新增职位反映每个月 企业增加了或者减少了多少职位 更加能够显示经济活跃的情况 相对而言,大家耳熟云场的失业率数据 只是反映未能寻找工作的人口 而且没有计算、没有意欲去找工作的人 令到失业率的参考性没有那么高 由于企业增职人手还是财减职位 能够反映企业看好或看淡经济前景 市场亦会因应非农业就业人数的高低 预期职局货币政策的松紧去平衡经济 当非农业新增职位大减的时候 市场就会预期原储局放松货币政策 稳定经济增长 非农业新增职位快速增加 市场就会预期原储局的货币政策 没有那么宽松了 市场都没收到 市场就评近了 市场就会预期尤不消息 市场就会预期原开